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炬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印尼的好消息 印尼男子足球队在激烈的亚洲杯 由23赛事中战胜南韩 成功晋级半决赛 距离第二次奥运资格只有一步之遥了 接住我们转到英国 安外伍发出警道 指出外国势力正了准英国大学 试图通过学术研究来破坏国家安全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个国家 但这无疑给英国高等教育界敲响了警钟 最后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双方都强调避免误判 但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仍然明显 印尼的足球迷们正在庆祝 因为他们的男子足球队在亚洲杯U23的比赛中 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韩国队 成功晋级到了半决赛 这场胜利让印尼距离第二次奥运会资格又进了一步 在这项锦标赛中前三名的队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的入场券 而排名第四的队伍则将在五月份与几内亚进行一场亚非赴加赛 对于印尼来说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他们有望再次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 让国家为之自豪 球迷们的激动之前进与言表 期待着球队能够继续前进实现他们的奥运梦想 在最近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似乎正面临住一系列的挑战和紧张局势 从英国大学被外国势力 尤其是被指向中国的指控到美中关系的紧张 这一切都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BBC的报道 英国国内安全局当晚五发出警告 指出外国国家正将目标对准英国大学 试图破坏国家安全 在一次针对二十四所礼监大局的副校长的简报会上 安曼五提出警告 表示这些外国势力可能针对前沿研究 以提升其军事和经济势力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个国家 但中国此前已被指控在英国学术研究中 获得了不当的影响力 英国政府将就如何保护英国大学进行咨询 包括提高资金透明度和为关键人员提供安全审查 而在与中国的关系上 根据内K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 布林肯强调了避免在美中关系中出现误判的必要性 而王毅则警告说 让紧张局势演变成冲突对双方都是输家 此次会面发生在中国支持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 美国对中国工业过剩产能的压力 可能禁止TikTok以及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计划等一系列摩擦日益增加的背景下 让双双在主要问题上的立场似乎相去甚远 突破的前景并不明朗 这些事件揭示了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挑战 从学术研究到国际政治 从经济合作到安全疑虑 这些问题的交织凸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和竞争的双重性质 随着世界各国试图寻找共同利益 并解决分歧这些紧张局势的发展 值得持续关注 在全球能源和矿业版图上 一场引人注目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 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巨头阿美公司 而口对中国石化企业的投资 到西澳大利亚的李矿开采 这些动作不仅反映了全球能源需求的变化 也预示住一个更加绿色的未来正在到来 根据路透社观点的报道 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巨头阿美公司 正与中国的恒利石化洽谈 计划以150亿美元收购后者10%的股份 这一举措旨在加强阿美公司与中国的联系 并在能源价值链中 占据更高的地位 对中国来说 这笔交易不仅展示了其作为外国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 可能已达顶峰的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 阿美公司一直在增加对中国的投资 企划公子公司沙特基础工业公司 SBIC丑莫将在中国投资超过200亿美元 用于三个原油转化为产品的项目 另一边向日本时报报道了西澳大利亚山顶霍兰里华 曼陶涛瑞的情况 这个案例象征着目前全球市场上 里资源的丰富供应正在对价格产生压力 尽管长期预测仍然看好 但由于需求未能跟上步伐 这种电池材料的价格一直徘徊在两年低点附近 然而这座矿山也代表着西澳大利亚 希望过渡到更绿色发展阶段的未来愿景 离着前景已经吸引了该地区一些最大矿业公司的关注和重大投资 这两个故事共同描绘了一幅全球能源和矿业格局 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画卷 一方面随着全球对传统化石燃料依赖的逐渐减少 沙特等国家正寻求通过与中国等新兴机体的合作 合作 拓展其能源业务的范围和深度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对绿色能源和电动汽车需求的增加 离等电池材料的开采和生产正成为新的热点 这些变化不仅预示着一个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也将为全球能源和矿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谢谢您的收看 顺便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efund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每个人都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你们要求订阅各种简报